上集讲过 Rexon探童馆长妈住上 调查一众恐龙如何分类 今集他们势如破竹 再次攜手割开恐龙化石的密码 研究古生物化石 除了望望望外形 研究属于什么物种 看看有没有伤患之外 还可以得到什么资讯呢 只是靠肉眼看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利用仪器 去帮我们寻找更多线索 例如可以用立体激光素描 现在已经有手提式的扫描器 方便研究人员随时随地进行扫描 从不同角度扫描好几次 再经过电脑处理 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立体影像 给使用者可以360度检视化石 用来做研究或者制作立体模型 都说那么容易 另外就是电脑断层扫描 即是CT scan 相信大家都听过在医院 会用到CT scan 扫描人体内部的器官 或者组织 以前做化石研究 有时会需要将化石切开 才能看到里面的结构 但是用这种方法 就不用破坏化石 特别适合脆弱和稀有的化石 咦? 用CT scan 扫描出来的影像 好像做了虚拟切片 再搭在一起 不单只看到表面 想看里面都可以 没错啊 扫描完之后 可以得到精准的立体数据 这些数据很有用的 可以用来重组史前生物的结构 做各种力学的模拟和实验 例如恐龙的咬合力有多强 和进食的方式等等 都可以计算得到的 另外 这种素描技术还可以应用在分析头骨的内部结构 头骨化石里面不是没有东西的吗? 头骨化石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胸隙 将头骨结构的立体模型和现存的动物做比较 就可以推断头骨内部各种器官的大小和位置 例如脑部内耳甚至神经等等 从这些资料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恐龙的一些特征 例如它的立体视觉和智力都可以推算到的 原来可以看到这么多东西 真是不简单 其实还有很多仪器都可以帮忙的 例如电子显微镜 红外线光普仪 还有 喂喂喂 这么多东西我记不及了 我们现在对恐龙的认识都仍是很少 有时只要有一个新发现 就足以改变我们对恐龙的认知 不过有这么多先进的仪器帮忙 我们就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 揭开恐龙的神秘面纱 经过Rexon探同馆长一轮调查 希望让大家认识多些恐龙世界 以及知道科学家如何搞尽脑汁 运用科技去研究恐龙的特征和演化历史 想看多些 就要来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 八大寻龙记展览啦 拜拜